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之所以開始關心這個議題 是因為我被我自己嚇到 我以為我到輪胺 就是我們家村門 某一天 那天啊 那個那是王子飯店 為什麼吼不見 那 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那我應該查查看到底是發生什麼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從94年到101年 這是我們嘉義市的這個年平均值 從47.2秒到39都有 所以這個當然是我想這是自動的嘛 這個是一個自動的檢測的年平均值 那事實上不管是打擊者 我想這個分數呢還是其實 還是蠻高的 那我剛才前醫師他們也是提到說 這個是目前世界衛生組織對於PM2.5 它在35這個Mine-to-Round 這樣子濃度是要對人體的這個違反 那我們可以看到嘉義市呢 過去這段時間這七年來都是大概40級 所以呢大概也都是 我看都是在第二級到第三級這樣子一個程度 他說左邊是100右邊是30 你抱歉 各位都不對 左邊這張是49 右邊這張是77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那這個都是從國家看出去的 同一個角度 同樣的世界 所以其實這些數據跟這個我們實際上看到的 是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 那所以到底民眾要怎麼樣知道 到底目前的PM2.5是多少 例如說嘉義這個是從網路上抓下來的 這是好心人做的網頁 那可以知道說這時候是127 可是我們民眾他怎麼會知道呢 他如果看到這一張他可能也不曉得現在是77 對不對 那所以呢民眾是要怎樣看天空嗎 還是上網的還是下載那個團報書的APP 我有去下載 可是都是 但是就是很難用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我們出現了幾個問題 專家的支持跟場面的支持是有什麼 這個就好像我們做這個民眾照顧 我的專業是民眾照顧 那他說一堆他希望的是這樣 子孫在那邊跟他照顧 給他好好照顧 但是他不知道到最後還是這樣 所以我們講 我們 我們自己想想的是你跟專家 他是不是一樣的這個看待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這邊幫我們嘉義士整理一下 我們有一個知識的落差 還有數位落差的相比 那這個也是有一個知識落差 因為這個新聞雖然是我們這個 環保團體的網站 可是呢 他這個圖也放不對 他也是放是PSI的圖 根本不是P&R給我們的圖 所以這個知識落差 其實不是只有一般人 即使是關心環境的人 他可能想了很久 我幫你們想到答案 那我想我們公共衛生呢 不是競賽公共 我們要分層次 我們個人的層次呢 就是我們注意之外 我們要避免外出 然後呢 我們用 我們家裡可能 如果可以的話 就會被空氣吸氣減 那如果真的很高的時候 超過80的時候 要帶很久的 你知道嗎 那中央的層次 因為現在立法院被占了 所以就不用講了 那 當然我們知道很多是來自於這個 這個境外移入 這可能需要跟各樣做一些 這個我用很淺的字表是說 我覺得很有會 那我想我們今天在地 我們就是要注意 我們地方的層次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是不是可以 來跟我們在地的一些電視 視頻還是什麼 來請他們 我們是不是可以電視做個跑馬的 大家看報告 這個公開的這個預警 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場所讓大家知道 還是說我們 例如說嘉義之音啊 這些地方的電台 如果比較高的車 也請我們這個環報局 通知他們一下 我們電台的時候 大家說一下 稍微看30秒也可以 讓大家知道 我就突然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在澳洲那個 六七年時間 在那邊 看人家怎麼在做環保 我覺得是 蠻感慨的 他們 我從歷史上 我研究一下他們的意思 他們到1991年開始 2001年 這四年中間 他們一直 每年其實都提出一個 整個環保 空氣未來的這個政策 但是我們可以從澳洲政府上去走 他們那個叫做環保與資產 不 他們成熟比較高 他們有一個未婚的小組在那 然後 他們因為這個碳排放要抽稅 所以很多產業都沒有辦法在澳洲生存 變成說 它會造成大量的這種 所謂的 因為他們澳洲已經是一個 已開發國家 所以像台灣的石化工業 在澳洲幾乎找不到 他們都移到 2001年 應該不是說 應該是1999 1999年之前 全部都移到大陸去 或東南聯國家 因為他們最靠近那個東南聯地區 他們都移過去了 所以他們留下來就是 高科技的組裝業 但他們這個 我就直接想說 為什麼澳洲這個國家 他們對他們的這個空氣品質 非常的重視 從澳洲網站站可以看到 他們是連結到健康這個領域上去 健康跟空氣物量是正相關的 所以他們非常重視啊 所以看排放稅 抽了這個稅之後 部分是轉到醫學的研究上面 他們是非常有理想化的 我抽一個稅 因為汙染太多了 抽一個稅 那補到醫療研究 各種研究的事情 可以補充這個稅下去 下去做個分配 再來 為了防止太多的汙染 他們的公共建設 像摸本 我覺得它非常好 一個就是說 你看不到公車 全部都路上輕軌電車 如果有機會去摸本 可以看看 學習人家他們的 為什麼會做得那麼好 第一個 重工業重汙染 連機車都沒有 他們的電車 就輕軌電車 如果從嘉義思維中心的話 是可以擴到嘉義縣 是不一定先那麼廣 他們分成Rone One Rone Two 兩個區域 當然票價不一樣 但是他們就是可以坐很遠 所以省掉了很多些空污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澳洲是個典範 他們這所有有力心的政 都在做 又不是有我們小小的公民問題 在那邊呼籲說怎麼樣 那再去像這個醫師說到 我們的資訊落差太大 澳洲對於這種環保 是落實在大學教育裡面 像我在那邊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說 我們以前讀什麼 公共政策 公共關係什麼的 誰會去影響到所謂的環保政策 他們有環保政策這門課 而且每個人都要去上課 他們連他們的Scountry School 就是所謂的國高中這個階段 也是推廣很深 所以我覺得是他們 上面帶頭說 下面也願意從教育來鎖手 就再造成現在一個所謂的 多分不好的事 我覺得外國的一些之間 都可以讓我們來 來學習來 來看他 張斌工業區 我管不到中國大陸的賣漢 我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我身邊的人 我能夠讓他減少他受到的危害 那所以 余醫師那個時候在臉書上 有發起一個大家寫信寫到 市政府的這個活動 然後請求我們這個市政府 在宣傳上面 能夠在宣傳上面 能夠讓 至少讓我們每一個這個 比較脆弱族群 包括了我們的老年人 小孩子知道說 今天的PM2.5的值 到底是 大概是多少 還是請我們的環保局的單位 讓市民能夠看得到那個警報 那你的應用的那個措施 在什麼地方 還是應該把它落實 去把它做出來 所以如果要把 如果是境外一路是 剛剛孫科長說 我們境外一路佔的 我們那個PM2.5的值 是那個30% 那70%可能是在這個地方造成 那這個地方造成了 那昨天159這個數據這麼高 如果是 呃 機車 汽車 等等這些在地的造 在地這個所謂的人民 我是很怕變成是怪罪受害者 就是說 其實大家騎機車 其實逼不得也 好像剛剛議員講 其實逼不得也 我們的公共設置就是這個樣子 那事實上這個污染是不是騎機車造成 如果從159的數據是在晚上11點抓的 那代表說 其實人民 我們嘉義縣市人民早就休息了 好 那是不是這個原因造成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說 或許 第一個 境外一路的percent 可能沒這麼低 第二個 嘉義在地的工業產業 我們的監控機制是什麼 比如說 我們都要談中央 或者是太保 可是嘉義就有一個 練牛股產 是不是